大家好,我是野火罗 今天跟我一起去抓水怪 苏格兰西北部地区就是苏格兰高地 这儿有着雄伟壮丽的自然风景 冰川时代留下的地貌 崎岖的山巒 精致的湖泊 以及巨石覆盖的原野 许多人认为苏格兰高地 是欧洲风景最优美的地区 它犹如世界的尽头 人烟稀少 荒凉而凄美 站在这里仿佛可以眺望天边 这就是苏格兰高地牛 它们非常有名也很可爱 但是它们的肉不叫高地牛肉 而叫阿波顿安格斯牛肉 你不叫我 你不叫我 你不叫我看我 我认识你 好女孩 大男孩 你也好 别开始战 我们吃个小早餐 这是两个苏格兰特色 派和二人鱼 这个派外面是烤的面皮 里面是肉 有点像锅盔 非常便宜 这一袋一块多钱 这个里面就是它们的肉 全世界只有苏格兰 他们本地这个饮料 卖的比可乐多 现在是午休 我们吃点东西 看看我们都搭着啥 有一个三明治 里面是什么馅儿的呀 奶酪 只是奶酪吗 差不多喝一些洋葱 看你吃这个我想起小时候看那个 憨豆先生 他那时候就是去公园坐在一个人旁边 就吃这个东西 不是 是他边上的那个人吃 然后他特别馋 然后他就自己用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坐一个在那吃 然后到最后他也没做好 然后我记得他旁边那个人 把他剩的那个这个三明治给他了 然后当时我就特别馋 我就想知道这个东西好不好吃 看起来就觉得很好吃 因为我们小的时候没吃过 嗯 嗯 我也成了寒豆先生 嗯 这有点洋葱 嗯 这是啥呀 也是奶酪 奶酪棒 对我们都这么吃 感觉咬着吃不香 接着把它撕开吃 所以它长成这样 这边超市里有很多英国香肠 但是英国香肠就是那种用面做的 我们买的这个是波兰香肠 它香肠跟德国香肠有点像 就是肉比较多 然后外面是有点 嗯 那个烟熏的味儿 其实也有点像哈尔滨那种红肠吧 这个还有一点点那个大串味儿 嗯 挺好的 这个很适合中国人的口味 嗯 这个很适合中国人的口味 我说了你就不用说了 哦 你说那边那个山上的云里面有什么东西 贵 贵 我过去看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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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像那个高地牛一样 那个头啊 那个毛在前面 我们终于到了 这个就是水怪 我们现在去湖边看看 有没有真的水怪 这儿就是尼斯湖了 我们找一找 有没有内西 内西是什么 内西 内西 尼斯湖位于高地北部的大峡谷中 湖长37公里 最宽处2.4公里 与大海相连通 它的面积并不大 却非常深 平均深度达到200米 最深处有298米 据说 把英格兰和威尔士所有的湖水加起来 都没有这里一半多 这里中年不动 两岸陡峭 直辈茂密 早在1500多年前 这里就有着水怪的传说 以及近代又有无数不知真假的木鸡照片 有些人始终相信这里有水怪 也有些人认为 这只是当地的一个旅游宣传 这么神的湖水 也许真的是一个藏怪物的好地方 你们看在这有一个sonar 这样你可以看在水下有什么 这个是它有多深吗 这是我们船在这 这个好像也是多深 200多 200多 天哪 我们船在的这个地方 下面有200多米深 太吓人了 但这也太深了吧 200多米 天哪 非常深 确实很容易藏一个怪物 对 那你也找不到藏怪物那么深 好 好了 我们已经回来艾云岛了 这一切麻烦 六把一个土地 玩的很开心 但是也很累 谢谢你们看我的视频 如果喜欢的话请点赞 关注转发热闭 下次再见 拜拜